大家都相处都很好,没有什么事情,说不要发生这种战争 你看那个包括最典型的那里俄罗斯跟那个哥罗吉亚正在重出 但是他们两个队员在那里同时在讲台上领奖互相握手,看那种镜头 就是说他这种概念其实是要提倡这种精神 当时这种概念并没有说跟健康怎么怎么连到一起啊 但是现在呢,大家一直讲的竞技运动和健康的联系 怎么通过竞技运动来促进健康 尤其是对于我的感觉来说,作为奥运会的举办国 这种办奥运本身呢,是会处境这个全民这种 因为你宣传能力很大嘛,大家都说我们要办奥运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 大家可能一不知不觉就会卷到这种运动 这种一种份,但你像非举办国在这里 你在美国这种感觉并不是很强烈 直到奥运会开始,正式开始以后这几周 你才感觉到有点奥运会这种气氛 但是在中国那里我想一年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它是奥运本身它,尤其你举办国来说 它对全民这种体育肯定是一种很强的推动作用 这没有什么说,尤其各地这种政府 一些学校部门在推动的一种 所以这个全民体育运动是一种带动 这没有什么可说 陈教授,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竞技运动 竞技运动是不是能够促进 就是作为参加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好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这样的运动会 运动员来进行比赛 这是所谓的竞技运动 竞技运动到底能不能促进 就是所谓这种全民运动 全民的健身,全民的健康 竞技运动首先简单来说 它是测试你人体某方面技能一个极限 比如说你跑,能跑到多快 长距离耐力情况下 你能持续多久 跑在高强度下 能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另外你跳水啊什么体操 都是测一种人体一种极限 这种极限呢 为什么它对体育本身有一种推动力 就是说人有一种本能 就是要追求 我要试一试我的极限 我能不能做这种东西 我能不能跑到那么快 我能不能跳到那么高 我能不能把这个 比如说前球推到那么远 或者是游泳游到那么快 所以他人有一种本能 尤其是年轻人 对这年轻人体育来说呢 尤其中小学或者大学体育 肯定是有一种推动作用 但对于成年人老年人呢 这竞技运动没有什么大的带动力 你说我去看竞技运动 我去看看他对我 我对那有什么追求 但是感觉就是说 这个竞技运动是一种 就是说精神上来说呢 是一种一种鼓励 就是说你看我的国家拿到金牌了 另外你看也是 本身你看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享受 就是精神方面是有带动作用 就是说知道干这种东西好 这种体育运动好 但是你说推动他出去跑一跑 动一动 这种能量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但是对全民体育 尤其是年轻人体育活动呢 肯定是有点带动作用 这是没有什么说的 因为竞技运动 对好多商业方面 各方面都有一种刺激作用 好多人都有一种本能 要追求要取胜 因为我知道你这个一直从事 这个运动医学这方面的 这个研究和这个实际的一些工作 在中国我们就是 即便我们不不谈这个奥运会 亚运会也好 就是在在你看来 中国在这种全民健身啊 推动这个全民体育这方面 有没有哪些实际上 就是即便没有这种 所谓奥运会的这种促进 这种鼓励 在原来本身有没有一些传统的 就是非常好的这种经验 或者是值得借鉴的地方 中国 你从 因为体育这东西要 从学校就要开始了 从我们现在感觉 我只能比较这两个系统 一个中国 一个美国这种系统 在学校里也说 在美国 在中国我们知道 从上学开始 从小学中学 一直到大学都有体育课 可能每周一次到两次这样 我是既不是很清楚 但美国这里呢 大学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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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 中学 高中都有 而且他们是 据我知道 他们是每天都有 每天有 对 他每天都有 而且他那个 大部分课外活动 周末的活动 好多人也都花在这个印度上 但中国这个 但他培养竞技体育活动 没有什么 很强的组织性 就是说自愿的 比如说 我这个学生在中学 我突然对这个田径感兴趣 我就可能要参加那个 有一个教练 他有个课后 有什么program 我要参加他那个program 他不是说 中国有套的选拔 选拔 然后选拔上来 然后松拿大一套 那么练上去 他好像是 好多都是 一开始都是自愿性 这么进来 然后觉得你可以 自己感觉好了 自己又有动力 要换到那个教练 他觉得那个教练 培养出奥运冠军了 那我要换到他 他那里去再练练 就是说 他这个体制上 不是完全要 我觉得中国那里练的 好像是有点更系统一点 因为他有一级一级 这种选拔 然后你到了 比如说 现一级 去一级 或者四一级 他一级一级的就练 觉得你适合于这个项目 你去练那个吧 也不知道你是喜欢不喜欢 你觉得你这方面更有前途 教练看一看 对 假如我们从这个推动 这个群众性的这种体育活动 健身这个目的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运动员的这个选拔制度 刚才实际上 你就谈到这个话题 那么在中国呢 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 是从基层 像这一个一个行政级别 一个行政级别 这样的去选拔到 专业的运动队里头 你的成绩提高了 就上升到更好的运动队里头 最后呢 国家队 对 国家队是专门 这一批是国家出钱来培养的 就是专业运动员 对 相比之下 这样的选拔运动员的制度 和美国 比如说选拔奥运会 运动员这样的制度 这两种制度你感觉到 在推广 就是在 在推动全民体育 用竞技体育来推动 这个全民体育这方面 都各有哪些利弊 首先我想讲 美国是不能像中国这么搞的 因为它会涉及到 好多法律问题 是 比如说 即使是一个选拔赛 它也要提前几周开始选拔 你不能说去年选拔了 我说你去年好 今天那其他人不干了 说我 你怎么说他去年好了 你就让他去 我今天比他还好 说这个 他不能这么做的 而且不能说 他今天受伤 他本来他曾经很好 他受伤了 所以今年没参加选拔赛 那么我们还是要 要用他去代表这个项目 那他其他人也不干 那你一定要参加选拔赛 你不选拔不行的 所以他这套一层层选拔 层层推荐这种体制 在美国这里搞不起来 有好多障碍 有好多问题 但是从经济推动群众性体育 所以用大众体育来说 这个我想两个体制来说 你那种层层选拔 那个规模 我觉得更大一点 你加入人会更多一点 这种的往前 美国这里完全是 自愿性的 突然觉得自己 愿意跑步 跑短跑 跑跨栏 那么就是我就觉得 要去试一试 找两个私人教练 给我搞一搞 行吗 往上一场参加自己 也没有什么 他没有什么州选拔赛 州运动会 什么各国家运动会 这都没有了 就是选拔赛